SBL25日金九队达星达星布拉被判出场 记者方斌照射 记者年秒云新北报道 达星阳江布拉在上周与金九一战 吞下两次技术犯规遭驱逐出场 且被判竞赛及罚款 达星宣诉后 拦协召开技术委员会 最后裁定布拉的惩处照旧 但该名执法裁判被判终身禁吹SBL赛事 对此达星球团不能接受 将布角交罚款给蓝鞋 而会转做公益 布拉在该场比赛中分别在二 三鞋因为对裁判不礼貌 各吞一次技术犯规 累计两次后遭驱逐出场 而依照规定 他将遭到竞赛一场及罚款亿万元 达星认为判决仍有争议 并向蓝鞋提出申诉 今日蓝鞋特别召开技术委员会 审视比赛画面后 确定为判决适当 不过并未收回对于布拉的惩处 仅处理裁判执法 失当部分 即日其他将无法继续在SBL执法 对此达星球团无法接受 稍早在脸书粉丝团公告 领队王才将宣布 这次的罚款将不会交给蓝鞋 而是改做公益 且不满地表示 裁判的问题 我们一样还是得承担输酬结果 为什么每次裁判的错误 都要求对来承受呢